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得獎 現在 不要加碼了 繼續拍 因為我們這個EP5 為什麼買EP41959 獲得熱烈的迴響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熱烈的迴響 就是 目前突破了300次 瀏覽跟觀看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 極其贊助 所以說我們繼續 趕快一有空 我繼續來拍下一集 第六集要拍什麼 貴的吉他跟便宜的吉他 好像也不用這樣講 反正有價差的吉他存在 到底差在哪裡 這一集 以EP4190為例 改天 我知道 我們有答應大家說 我們有答應各位說 我們要拍 美芬跟EP4190 不公平的比較 我真的在拍 今天 錢已經架好了 有沒有 對吧 拉斯坡 100 一匹鳳 拉斯坡 100 有夠便宜的一把琴 也是我第一把二手琴 因為他真的有夠便宜 壞的都沒關係 好 確定一下有的錄製 各種確認之下 好 我們接下來 來開始錄製 一匹鳳 我們就 話不多說直接開始 但是我覺得 先把主角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一匹鳳 一九五九 主角之一 看看上面的這個紋路 我相信相機一定可以捕捉非常漂亮 我現在看到預覽鏡頭 可以 好 大家先 把這個形狀 記在腦海裡面 至於這個詳細的規格上一集也做了 還蠻重 做了不少的這個 想解 然後等一下我來改一下燈光 這樣比較不一樣一點 你喜歡哪一種顏色 你喜歡暖光一點 還是你喜歡這樣冷光一點 永遠讓我知道一下 我們再做這個改進跟分享 好 我們繼續來 好 剛剛我們看過的主角一 現在主角二 這一把琴 可能是 就是 有史以來 也是他有生以來 獲得最多關注的一天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把琴 然後為什麼會有陰影呢 那邊一個台燈 這邊一個燈 所以 一個不小心就會有陰影 然後這個麥還沒辦法 隨我的 隨情所欲 所以我只能固定在這個位置 請大家包含見諒一下 好 我們繼續來 繼續來 好 這一把琴 什麼琴 先弄印讓大家看一下 來 一匹鳳 來 我們辦法讓它大一點 好不好 來 一匹鳳 Las Paul 一百 你真的沒有看錯 什麼是Las Paul一百呢 有興趣 我們改天再深入 甚至改天我會來改裝這把琴 用現有的材料這樣 好 Las Paul一百 證明我不是亂虎 真的有這把琴 這把琴雖然現在好像 停產了 改成其他的 其他的型號來取代它 但這把琴 一句話跟你說穿了 多便宜你知道嗎 多便宜 第二倒數便宜 最便宜的現在好像還在 EV Phone Special 2 不知道為什麼是Special 2 反正就是 那個 那個是最便宜的一把 這把倒數第二便宜 不遑多讓 緊追在後 有夠便宜 真的有夠便宜 這把琴竟然還可以彈 详情請看 我這邊會放個資訊 或是你在頻道上面搜尋 搜尋 Las Paul 搜尋LP一百 就會在那些頻道上面 看著說 這把琴相關的影片 這把琴竟然能彈 彈得還不錯 非常有趣 所以後來我才買了 EV Phone1959 好 我們繼續來 好 剛剛看過那把 後面有很多貼紙 因為這個是不知道前幾個琴組 他們的節奏 也不是節奏 人家的琴嘛 最後人家貼了他喜歡的貼紙 然後到了我手上之後 我也沒特別撕掉 因為我暫時不想去買很多的 什麼膠水什麼之類 來塗這個 什麼去貼的膠水之類 我想說先讓他保留一下 大家這個琴清到 可以在手上這樣轉來轉去 可能我猜喔 五分 可能六成的重量 甚至一半的重量左右 有那麼誇張嗎 說不定喔 誒說不定有那麼誇張 那時候我就不特別量了 好 這把琴先轉一轉 讓大家看的用意是說 有沒有看到哪裡不太對勁 有沒有 然後來 產地很有趣喔 產地 Indonesia 很有趣喔 竟然是印場的EPフォン 而且是這個Ball on Neck 大家剛剛看到有沒有 四顆螺絲 Ball on Neck 跟Fender一樣有沒有 鎖螺絲上去的EPフォン 這把真的是一把 情深寬度 有沒有 這不是誇張喔 我現在拿另外一把琴 你就知道說 情深寬度差多少 至於到底是不是差那個Maple Top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我自己也沒有特別比過 我自己也沒有特別比過 呃 並沒有 因為我自己 自己真的是 撞到琴真的很堵爛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角度看不看 但是我自己把 兩個琴聲疊在一起 這個 又要賣收音 又要那個真的有點困難 兩把琴疊在一起之後 就是我現在 疊這樣琴聲在一起 好抱歉 沒有辦法拿給看那個太重了 或是像這樣子 真的很重 沒關係 請相信我 兩把琴 琴聲放在一起 厚度疊在一起 的情況下 先翻 EP Phone Lasport 1959 大概比這個琴聲 再多了一點點 光 琴聲巴黎的部分 然後上面的有 掰頂的部分 又再多一點點 所以大概可能 琴聲將近有 我猜多30%到40%左右的厚度 像這一把 那這一把他就沒有貼什麼 不可思議的 虎蚊蜂墓 3A蜂墓貼皮 你可以看到是很 普通的花紋 但這個花紋 有趣囉 我甚至看不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木頭 請各位厲害的朋友們 幫我看一下 可是 蠻好玩的是 我覺得 目測的情況下 這把油好像看得 好像one piece body 對不對 就是我這邊看不出 他的鏡頭那邊 我等一下回去再看看 這一痕 看起來 沒有看到明顯的接縫 然後 因為旁邊這邊 那個Sunburst厲害的地方 旁邊這邊 都被它遮起來了 都被漆的顏色遮起來了 側面這邊 所以導致我也看不出來 所以明顯的差異 除了重量上面 很顯然 輕聲的厚度 差了快一半 對 輕聲的厚度 然後呢 這個Skill Lens 大概是不用 有效顯場 大概是不用多體面 基本上是一樣的 第二個更明顯 大家這個看得出來 兩塊黑黑的有沒有 來吧 那我休息一下 兩塊 好熱喔 現在十二月 十一月多 十一月底就還那麼熱 兩塊銀色 請問告訴我 什麼東西不一樣 實音器不一樣 啊 光外觀就不一樣了 當然 裡面就不用講了 那一把 Lasport 100 它沒有特別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規格 但這把 Burr Spark 2 & 3 對 就是兩顆Burr Spark 每一場Glipson的實音器 爽 然後順道 這邊再特別分享一下說 這兩把琴 因為這一把要二手 這一把我買全新 兩把琴的價差 可以說差不多十倍左右 已經價差來到了十倍 真的來到十倍了 來到十倍 這把琴你買全新 大概三萬上下 這個range 那一把二手 這一把 二手我買了 三千五 附一個蠻漂亮的皮的琴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概是這種感 它差了十倍 至於相關音色聲音的分享 稍晚 改集 我再來放 我再來拍攝 應該要這樣講 再來拍攝這樣子 下次吃飯前的時間 我利用這個 空檔的時間先來拍一集 這個主要差異的比較 然後很明顯的 你可以看到說 欸欸 喔有沒有 外觀上喔 至於這個虎蚊蜂墓 這個 這個 3A Maple Top Vernier 貼皮 應該是不用再多彈 不管你是看預覽圖 還是 有在看我頻道的朋友 你應該看到膩耶 這把琴的照片 它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尤其越看越久越耐看 然後我現在很親近 它不是那種 亮面漆 Gross Body 所以它這個 漆面其實不容易留指紋 這點跟這把琴有點像 但是相對之下 一個不知道 有沒有人在提的事情 這個琴頸齁 琴頸摸起來喔 摸起來喔 這兩把都不是軟漆 都是硬漆 可是這一把也不是砂丁 但是我覺得它摸起來是很 有沒有 一樣的手 這把不知道為什麼摸起來會燒臉 啊我確定百分兩千 它不是軟漆 就不用緊張這樣 它竟然是會黏的軟硬漆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就不清楚了 但這一把琴 嗯 這真的不是戲劇效果 我應該沒有必要做這種戲劇效果 這樣 好來 它有第二個 不是第二個 就不知道第幾個了 它有拜頂 它有這個琴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 翻琴聲四條 還是什麼之類 我容易讓大家看一下 來 有沒有 它在這個紅色的桃花心目的部分 跟 這個面板 它幹嘛把這個Maple Top 附近用了一圈掰頂 把它 繞起來 繞了一圈 所以它會有一個很漂亮的立體感跟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改講說協調感還是漸層感還是什麼 但是你買LP 我 我會比較希望有這一 有這一圈 看起來就是 欸 想請欸 之前那把Squire Classified 60 Custom Tele 它也有這個拜頂 英文叫拜頂 很漂亮 哈哈 下一個你應該會明顯看到一個 欸 有沒有 紙板不太一樣 紙板不太一樣 很明顯對不對 都不用roll in 都看得出來 還有這個T型的 音類 然後 這一個好像在重心一樣 有沒有 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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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Dart 音類 阿Fender比較多是這個 我猜可能是成本 因為你看 你要挖洞 塞一塊小的 塑膠片進去 跟 塞一大塊的塑膠片進去 光塑膠喔 你還不是用貝殼啦 用其他的紙板 就 光想像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成本一定不太一樣 然後 至於這一塊 NUT 剛剛那白色就是黑色 很顯 但是這個 我想 那個 EPBON1959上面那一塊NUT 是 那個 GraphTech 但是GraphTech 它的NewBone 阿這一塊 想當然那個成本 大概是很難 跟它 跟那一把1959做 對抗喔 然後再來 調音弦鈕 這都是明顯的喔 調音弦鈕 這個是無印的 沒有任何的 品牌啦 甚至連EPBON自己的 當然也不會是 Galton 或Global之類的 這個弦鈕 來順道理 但它依然是能彈 算 走音頻率會高很多 這是事實 EPBON1959 大家應該已經看過了 大家應該也看過了 阿如果沒看過 上一集有進兆 這一集 我等一下再剪輯 再看一下要怎麼放 它會有 Welkinson Deluxe 一開始我以為是 EPFORM Deluxe 但它上面寫 Welkinson 然後有金螞蟻的水印 然後很明顯的是這個 弦鈕它的這個裝飾的頭 也長得不太一樣 阿後面這個 這一種叫Coresong的 弦鈕 阿剛那個就是比較普通一般的那一種 這個也是一個特色 它是這一種長得很有趣 有點像古典吉他 有沒有 BG 哈哈哈哈 或明鳥吉他之類 明鳥吉他的弦鈕 對 沒有開玩笑的喔 三個 這一種 並排式 長方形狀 很有趣的這個 這個 這個形狀 然後這一把是Made in China 那一把LB100 是Made in Indonesia 這個倒蠻有趣的 我還沒有買過或擁有過 所謂的 日常EPFORM 韓常EPFORM 我倒很好奇 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電路不敢講 但是因為電路這把CTS Pod 加 Spark 加 Switchcraft 那一把 都沒有 電路上完完全全被打趴 規格上沒有任何好講 然後順道一擊這一把 之前也講過 2 piece 這個角度超明顯 2 piece Mahagany Body 兩片式的 兩片對接式的 卡哇欣木琴森 沒有第二句話 爽 就是爽 然後側面這邊看得出來 但是他的 好像有一個說法是 沒場的 對 每一場的Maple Top 後來我在看國外的影片 每一場的Maple Top 有的會厚到說 這個掰頂是遮不住 你下面會看到很明顯的一塊 Maple 沒有被上色 因為他跟桃花心目的顏色不一樣 這樣 因為我現在請你們裝到相機 所以大家就 見諒一下 剛好隱隱處遮住 但是他是跟 至少這邊的Maple Top的厚度 是跟桃花心目 講說剛好跟這個Binding 這個邊條 裝飾邊條 的厚度是一樣 只有在這個區塊是這樣子 所以導致 我看不出來說這邊的Maple Top 到底是不是跟每一場一樣 因為下面看起來 喔有啦有一點 沒有到很誇張 對但他的確 對 他有Maple Top 凸出來的部分 這看起來是蠻虛榮的 蠻聲大 拿一個重物在手上揮舞 然後那一把LP100的這一塊不見了 這一塊不見 就是很明顯 但是他上面有洞 所以原本應該也是有的 然後看 網路上還找到的資料照片 也是有這一塊飾板的 我現在還是很習慣它的存在 就是看久了我就習慣了這整個 協調感覺 當然五金零件 用料上 連阿至於這個Fread 我就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待會看看看 再來是同一種 應該也是有差別的 阿所以像這個 懸鈕啦 這個什麼 背帶扭扣 背帶扣 背帶扣 之類的位置 這件五金的品質 應該也不一樣 然後 裡面的話我會稍微放一下 如果我有放的話 阿如果我忘記放也沒關係 裡面的電路絕對不一樣 那一把不是CTS 但這一把是CTS的 光四顆電阻 就不一樣 電容也不一樣 阿今天就不猜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 我再來拍另外一種 內部 拆開來的畫面 他當然有這個很漂亮的 一批鳳的這個紀念的牛 紀念四代嗎 好笑 那這一把 沒有 他就是 這種 原本我猜搞不好是白 但是因為碎 他真的變米黃色的這樣子 他就是沒有特別的試蓋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很尊絕不凡 很像Sector 有沒有 他這邊會寫什麼 USA 什麼什麼等等 感覺很尊絕不凡的這一種 就這一塊 波昂的這個 他有什麼好講 欸 但是我覺得這個看起來一樣很虛滑 光這個旋鈕 坦白的這個音量跟痛鈕 這個 原廠用起來蠻漂亮 應該不會是三個主人 或前幾個主人蓋 但是至少 光上面有的 已經很漂亮 很有虛榮感 然後上面這個 好像有的人會叫他鈴鐺蓋 還是什麼之類 他這邊就是有LP版 然後上面這個字樣 就沒有什麼特殊的 不可思議的地方 然後 這個 喔 唉唷 欸 有趣喔 琴頭的形狀 我剛才說琴頭的形狀當然一樣 對不對 這個有趣的這個弧度 不一樣喔 一匹鳳長 1959長不一樣喔 人生真的是不一樣 就不斷的學習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發現 我臉就不用出來了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 LUSPO100又缺了兩個小角 不知道為什麼 成本問題嗎 還是為了跟琴款做等級做區別 不確定 這把一定的生產年份早很多 總之你看 他少了兩個小小的這個角 真的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 琴瑾 我們來聊一下琴瑾 這一把相關的琴瑾 在上一集已經出現過 這一把我來看一下琴瑾 他光這一塊的厚度也不一樣 那一把1959他要再多凸一塊出來 然後這樣 他那一把是直接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Bold on 那個我突然想不起來 那個專有名詞是什麼 汗流加倍 那個好像叫Gluin 就是黏進去整支 他沒有在索螺絲進去固定 那相對比較搞剛木材什麼 黏接之類的 啊這個索螺絲就相對來就簡單很多 就是嗯 然後你看這個厚度也不需要一樣 所以 會不會是因為導致這樣子這把 真的我猜成本上還蠻節省的這樣 那這把沒有掰頂 但是大家不知道鏡頭上看不看得到 閃不了 這家鏡頭自動對焦是對焦我的臉 這樣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把琴瑾的接縫束 跟這個 紙板的邊緣等等 大概是這個樣子 其他的呢 嗯 等了還有什麼經典 差異沒有講到 其實這把琴感覺這樣兩把琴很像 有效顯場也類似 但是其實整把琴我覺得 呈現出來可以說是又像又不像 欸這個這個概念講 好像很熱 這 哥雄今天要喝梳茶 一眼四季如春我覺得是好事情 超快的 如果是沒有在拍片的時候 我還可以穿一條內褲就好 等一下可以穿個澡這樣 爽 重量上差很多 傾身上差很多 電路上差很多 外觀的裝飾跟浮誇度虛榮感也差很多 那當然 那這個鈴鐺蓋上面1959就沒有特別標示 那如果也是買slash的簽名請 那上面好像會有這個 slash的簽名 好像也行口上也會 會有的在後面 有的在這裡 啊通常大部分的簽名請大概都在這幾個地方 要不是這個 這個trust rod的這個調整處的這個這個鈴鐺蓋 要不就是 在 這個last poor model的位置 不然就在情景的後面 幾乎都在這幾個地方 大部分的簽名請 然後呢 改天有機會 過陣子我再跟深度的拍一下 音色上的比較 直接線插線拔 雖然有點 冗長 可是我覺得為了忠實度還原 我覺得有點必要這樣 因為 如果我沒有線插線拔 然後你認真聽看看音訊有沒有中斷 如果有明顯中斷就是我動手腳 這個就不準了嘛對不對 我可以用1000種方法 來美化那一把比較貴的 又或者我故意吼 吵話題有沒有 把它後製的比較好聽 我覺得這樣就不對 我要想跟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觀眾 各位朋友們 誠實忠實的分 就像以後可能跟每一場 American Standard的 每一場Fender Straddlecaster 真的很 好猶豫一下 來做比較的時候也是要這樣子 直接現場交換 不然我錄A A段 好 K B段 我連錄進去大小聲 有時候你那個 弄一弄 我不故意加料都會變成有偷偷動手腳的概念 你一定要直接在畫面前 加上音訊沒有中斷的情況下 當然我知道A B A B 不管我錄比較簡單 剪片上也比較輕鬆 雖然比較繁瑣 可是至少不用一鏡到底 對不對 難度差在這裡 我希望是一次到底 在鏡頭前面換 甚至切不同Switch 馬上給你看 看看個性的變化 看看那個的變化 不然你鏡頭一咖 甚至來黑色的 猜猜看A是哪一把琴 B是哪一把琴 你根本不知道我後面做了什麼事情 搞不好我這邊偷EQ 有沒有 或是我偷 光我 你鏡頭開著 我都可以偷偷動手腳的 更何況我鏡頭卡掉 這簡單了嘛對不對 我不想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再來是這樣才有好玩樂趣 如果真的我們這樣子很嚴格 很用力的來 嚴厲的來檢視它 還可以發生這兩把琴 既然不像上下的時候 那把便宜的就不得了了 大概是這種概念 這樣 就跟每分 甚至每分BX Chapter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主題有沒有興趣 這樣如果有 讓我知道一下 我再拍一下順序這樣 不知道那個可能會延後一點 現在拍每分BX1959 Lotspaw 的EP Phone 之類的 或是現在這樣吧 給你跟價差10倍的EP Phone 欸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至少效果器盤怎麼不動的情況下 至少我的人要先這樣子 先不敢效果器盤好不好 因為畫面也放不下去那個 這樣 可能我怎麼樣之類的 所以算了 至少我確保 這個鏡頭是真實的 另外一個鏡頭 我就不搭配裝 再架另外一個Mine 再剪時間什麼之類的 有興趣 我們趕快再做更深入的版本 今天大概先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這樣 我想像還有什麼 我想到沒有提 我至今到今天 都還沒有提到兩個字叫做工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外觀上明顯的差異 聽見 你看有沒有 遠遠拿起來這把明顯就薄很多 輕很多 改天我會挑戰一下拿這把琴登台表演 觀眾會不會發現 欸這就有趣囉 改天我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這些東西的明顯的差異 做工 坦白講 我覺得這把印尼場的做工還真的不得了 他那麼便宜 就算買全新我猜大概六七千塊吧 甚至了不起可以八千 三分之一的價格 但是二手那時候拿三千五 所以我就十倍價差 這種感覺 還真的 不知道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經過很多手組的關係 不過 無論如何 然後他也經過我 2018年初買的 過四年了 四年 四年半 我自己有setup過很多東西 當然電路都還沒有動 過陣子我可能把 那個日常的Jagerson的Bridge Pickup 裝在這個上面 做一個 看看到底會不會改善音色之類的 的差別 因為有東西你真的一定要在現場 馬上AB 然後嚴格的 的要求 標準要求 你要辦法體會到 喔 原來喔 怎麼樣實音器的差別 琴的音色 木頭的差異 重量 電路 什麼等等的 不過如果你隔開一陣子 人都是健忘的 而且真的 你沒有辦法 那麼明確記得 到底有多大的差別 這個是事實喔 所以有時候 人家試琴的時候 欸 這把琴到底有沒有比我 假的 例如說我家裡彈這一把 然後我去月西洋試哪一把 阿這樣的話 真的有好聽很多嗎 欸 如果你沒有現場弄 你還真的沒有辦法 印象不一樣 效果器搞不好不一樣 用的導線不一樣 開的音量不一樣 有的時候還有game的問題 你要怎麼確定說 喔那把琴真的值得買 欸這又是另外一個議題 這樣 有興趣感我再來分享 哈哈哈哈 那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這把琴 還真的可能因為 有時候你彈久 真的就會有很多的 銳腳啦 人腳就自己被 磨平了 所以我覺得光琴眼什麼之類的 我這樣子弄完全不怕手被刮刀 或刮傷 然後沒有任何什麼 無效的哪一個弦的聲音阿 哪一個大弦阿 什麼之類的事情 要調一下音 不過依然響亮 不會明顯到時候 這兩個東西都說 喔差很多 如果是的話那一把 趕快買喔 趕快買喔 連這個都差很多的話 一樣我都是調整降一的 降弦 欸降一的調弦法 一flashstander 然後 然後 那你解釋喔 順道一題 我印象中這把琴 因為 還是要有證據才好說話 不能說我印象中我覺得之類的 他的實音器 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 莫名其妙大聲 這個真的很有趣 尤其那個Pickup 又比這個大 又比BridgePickup大聲很多 這個真的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是聽起來 這邊又沒有故障的聲音 所以改天再用 改天我來測看看 歐姆量或什麼 雖然那個不是全部的 百分之百 一定越大越大聲還怎麼樣 或是代表出力 但是 至少我們來測看看說 到底 這個有沒有明顯比這邊少很多 直到我們先拍完 兩把琴比較影片之後 再來拍那個 更細附的東西 更細附的內容這樣 好 而且確定要時間 哈哈 因為30分鐘相機就會自己卡 應該該講的都講完了 然後大家應該也不會有疑問說 喔這把情景會不會是one piece之類的 他這個七燈的上來不適合 他這個七燈的上來不適合 這樣 就是 在這個角度比較有放太多 我真的忘記了 我記得在一個什麼地方有接一條 但是 跟上次一樣 我都清楚拍到才講真具 不然說印象中 改天我再來特別拍 特別特寫這樣子 但是就是 大家就自行去推理說 這把琴大概什麼樣的用料跟組成這樣 至於這個body我倒是蠻驚訝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用料比較省的關係 所以他就直接給你影片 至少 沒有辦法明顯看得出接縫來 這條是木紋 不是接縫 像那個 1959背面有一個很明顯的 切兩條 切成兩塊的那種感覺 這個改天我真的要用特別去照光 然後特別找一個特定的角度 再來觀察 他這個七真的很黑 相較1959的七比較紅 他比較不怕你看 大概是這種感覺之外 簡單的分享 今天大家先分享一下 這一集到底怎麼樣 我要看看這個成效到底如何 如果 明顯沒有上一集多 代表我也需要改進一下 這個內容不夠紮實 總而言之 感謝各位幾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一樣請歡迎指教 多多指教 用力指教 不用客氣 大概是這種概念 然後我們就繼續來做各種吉他的研究 跟分享 分享一點點小小的心得跟心路立正 為了解告 感謝列球果 那我們再會 拜拜